楊嘉誠合共被控五項罪名 全部指他涉嫌在01年至07年間參與洗黑錢活動 五項方指在楊嘉誠五個戶口中 包括一個匯豐和四個永隆銀行的戶口 發現接近7億5千萬資產 這五個戶口中三個是楊嘉誠名下 存款超過6億3千萬 另外兩個是以他父親名而開格 合共大約8800萬元存款 但兩個戶口的錢已經在楊嘉誠的指示下全部匯走 洪方指需要再多6個星期搜集證據 建議將案件押後 至於是否容許楊嘉誠保釋 洪方表示近年楊嘉誠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不在香港 加上妻子是內地人 父親也在08年回到內地 認為他潛逃的機會很大 要求將他還押 但楊嘉誠的代表律師不同意 指楊嘉誠的知名度高 子女又住在香港 好難潛逃 加上需要處理英格蘭球會 白明漢的借貸問題 和旗下上市公司 白明漢環球業務 要求保釋 法官考慮之後 決定將案件押至8月11日 轉到區域法院再提堂 准許楊嘉誠以400萬元現金和300萬元人士 合共700萬元保釋 法官又要求楊嘉誠在保釋期間交出旅遊證件 不可以搬離山頂百家道住所 和定期到警署報道 以防他離開香港 WOW TV 累積的步道